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1月29日 大黄蜂硬汉药场 德国甲祖联赛周一凌晨继续进行 届时多蒙特将做克力滑鼓训 M直播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近近年交手平分秋色 且最近均斩获连胜 考虑到双方各自主客发挥又较未接近 此番交锋合局一场并不出奇 连同友谊赛在内 丽华古逊目前处于五连胜的甜蜜之中 无独有偶 联赛方面 球队同样取得一波五连胜 需要指出的是 要场进攻端有保证 在这波联赛五连胜之中 球队每场最少能够攻入两球 过去三轮均能在上半场取得最少一球的领先 莫沙迪亚比和何路西等攻击手 在过去五轮联赛中均有助不俗的发挥 是丽华古逊的联胜功臣 至于后防方面 丽华古逊近五轮师三球 表现同样出色 近期攻防表现为丽华古逊带来了迎波本钱 稍微不利的是 丽华古逊不单只上次面对多蒙特输波 就连上次主场交手多蒙特亦同样输波 这两场之中球队后防和共失五球 这是他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丽华古逊投九轮联赛主场 不过有14分的进账 主场整体表现并不突出 是一主场出吉利华古逊男言稳操胜券 多蒙特以两连败进入世界杯的短暂休息期 但重整旗鼓之后 大黄蜂近期迅速斩获一波葛向赛事三连胜 其中进攻端合共 攻入11球 祖云尼雷拿进二轮联赛甚至联场入波 个人赛季联赛入球数来到4球 和阻底比宁贤以及阻力安白兰特并列成位队内第二得分手 距离又速法莫高高海有两球的距离 对多蒙特有利的是 第一球队赛季整体表现更佳 手握31分的他们足足比利华古逊多击7分 第二多蒙特急剧任性且擅长在局面胶着的情况下旬找入球机会 该点均能从近二轮联赛半场未能取得领先 以及上一次做客利华古逊半场落后 但这三场比赛多蒙特都以获胜告终中得到印证 不过考虑到多蒙特经济做客战绩一般 尤其后防发挥不算理想 多蒙特此行男友十足的取胜把握 阵容方面后卫汤马士梅尼亚和马迪奥摩利因伤缺席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